看來我們現在危機四伏的還有是疫情了 因為面對現在新變種病毒來勢洶洶 結果台南有防疫小黃司機 這問獎貪圖方便 非常不可取 因為他一次就把四名的隔離欺瞞檢疫者 塞進同一輛車 照例講的一人只能打一台馬 結果沒出事就算了 這下可好 結果其中兩人驗出確診 一個人CT值只有16 代表什麼 傳染力非常強 這下司機還有另外兩名乘客 都陷入了染疫的風險 那麼該不該罰呢 當然要 目前這個小黃問獎已經被解約了 而且要面臨最重15000塊錢的罰還 小港機場旅客下機給搭防疫計程車 規定好一人一車只有親屬才通車 但台南卻爆出防疫小黃違規 一口氣載了四個檢疫期滿者 結果其中有兩人確診 隔離期滿前採檢 應搭乘防疫計程車 原則為一人一台防疫計程車司機 卻擅自安排 由四位隔離期滿前去採檢的民眾一同搭乘 以造成另外兩位居家隔離民眾 可能有染疫的風險 11月24號當天 這名台南防疫小黃司機居然貪圖方便 違反一人一車規定一次載了四名隔離期滿 檢疫者到醫院採檢 乘客一度提出質疑 司機卻撒謊 表示有告知衛生局 結果其中兩人驗出確診 車上令兩人跟司機全線染疫風險 而這兩名境外移入確診者 一位是40多歲男子從香港轉機入境 23號就有症狀 另一人是從越南入境的女子 其中一人CD值只有16 傳染力很高 防疫小黃不防疫 根本害群之馬 終止該防疫技層車司機的合約 儲新台幣3000至15000不等罰還 害另外兩人得再隔離14天 陷入染疫風險搶雷蛋 這名心存僥倖的小黃司機被解約 面臨最重15000罰還 當事人掉以輕心 同業也直呼離譜 所以說到台南一台再死的人 最離譜 這樣不對 只不過全台南的防疫小黃 總共才8輛 過年前要增加到100輛 不容許再有一車多載的情況發生 記者台南高雄綜合報導 而現在我們非常擔心的 就是這個南非新變種的變異株 被WHO命名為Omicron 因為呢 它有32個突變未點傳染力 是比Delta還要更厲害的 舊醫師認為 各國如果沒有嚴守邊境最快 兩個星期之後 疫情恐怕就會大規模的爆發 而台灣的邊境解封時間點 恐怕還得拖到明年4月以後 專家也點出 如果這新變異株 青台重症率高 恐怕會造成醫療體系的癱瘓 國內疫情趨緩 但國外又出現新的變種病毒 南非新變異株 短期內已有五國淪陷 醫師謝忠學認為 各國若不當機立斷 嚴格控管邊境 很快的二到四周內 新的一波疫情很可能大規模爆發 癱瘓醫療體系 最最擔心的就是說 他這個重症跟死亡一下子增加了 偏高的話當然就是會導致我們醫療體制的這種癱瘓 從Delta的這種演化來講 重症又沒有那麼多了 新魔王變異株共有三十二個突變 是目前變異最多的新冠病毒 傳播力比Delta大幅增加 謝忠學更聽到AlphaDelta出現時還沒這麼不安 但這次變異株突變未點多 讓他有種山雨欲來的戰力感 明年四月份之後才是參考國際疫情 逐步解放邊境比較好的時機 原本Delta也許最樂觀的估計 可能也是明年春天了 因為多了Omicron的變數 他只會往後 不知道會往後多久 我們的解封是相對的不利 央港這麼快的就有兩個病例了 所以我們離香港又是這麼近 對於即將到來的跨年活動 醫師建議防疫規劃要再加嚴 若有新變異株案例襲臺 就必須停辦防止疫情擴散 十二月一月就是天氣比較冷的時候 那假如說他有進來的話 他擴散的話 就變成是我們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警訊 專家認為面對新魔王變異株 傳播速度增強 台灣必須繃緊神經 嚴守邊境 不能有絲毫鬆懈 記者蕭鴻如曹昭人 台北採訪報導 現在新魔王變異株Omicron現身 沒想到全球股市真的是被嚇到狂跌 美股跟瑞股都中錯慘兮兮啊 原因就是各國對新病毒祭出旅遊限制 紛紛封鎖了邊境 二十四號凌晨開始 包含加拿大挪威等國家 陸續對南非部分國家來關閉邊境 美國現在也決定要來實施入境限制 非洲新變種病毒Omicron來勢洶洶 即便是為組織要大家別太過緊張 但有可能嗎 各國嚇得屁屁剉 趕緊封鎖邊境 確保保保保護的四個國家 還有六個國家 的階段 除了美國國家 可以回到 美國宣布二十九號將對南非和星巴威等 八國實施旅遊限制 而还没脱离Delta威胁的疫情 阵阳欧洲更是早有动作 英国 法国 荷兰 爱尔兰 挪威 西班牙和意大利 都暂时禁止非洲相关地区搬机入境 还要长置居家隔离 而新加坡更拉高了管制层级 不只对非洲南部的旅客关闭边境 就连14天内曾到过的旅客 都不准入境 连过境都不行 凶猛的Omicron变异株恐慌效应不断蔓延 全球股价也被吓到暴跌 美国道琼指数重跌2.53% 创下今年最惨 日进和香港恒生指数跌幅 也超过了2.5% 连比特币都跳水大跌8% 就连油价也惨兮兮 伦敦布兰特原油价格暴跌11% 疫情在起恐怕也让全球经济 再度面临寒冬 记者综合报道